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这27点 해도可以排到第几档 没有 我 我 我是罚警报给你们不知道 我敢罚 够稳 大家好 我是真假 老板 给你听新闻嘛 老板好 我是Yanko 老板好啊 声音 声音 还回味着 今天这喝的跟U50喝的是吧 什么U50 两位茶叶 您二位的 那这个是我的 辛苦辛苦辛苦 睡了几个小时 睡几个小时 三个吧 一般完成打扮的都这样是吧 兴奋 打一打扮比他兴奋 兴奋好一个累 太疲劳有时候睡不着 有时候出血汗 出血汗 真出血汗就累得出 就是躺在床上也动不了 让人出血汗是吗 就睡得以后 被子全湿了睡得 就是有时候没那么热 但是一直出汗 他说他去了 你那也是吗 我不去 你不能这么来 我没有这种情况 欢迎各位来到本店 下面介绍一下定规 在聊天的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 指导 歌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 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负责战 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又贺 文化人我没今天没戴眼镜的 你要戴眼镜那就四文白的 那不是文化人 但一般年轻的球员可能对于称呼老球员好像会在乎一点 但是感觉我们我们队还好 我们队还好 更比我们大大一点的 有时候就是不注意了 也喊名字也没事 就是李线年龄最大的队员 年龄最大的李本坚嘛 85 86然后五眼是87的 嗯 八九八九的 八九八九的 八九就是老队员 就前两年八九就是老队员了 真快啊 我们都25了 现在还没有人叫你们小匠了 反正这幼二三以后就叫小匠 幼二三之前就叫老队员 是吗 以幼二三画画那个区分线 一步变成老队员 去年等于中金榜还是 对对对 还是小匠 今年就是老队员 不是说什么94的这一批 到今年好多人都踢不上了吗 除非是像中金榜这样的 还能在才华横溢 别套我了啊 你要套我 这不是夸你吗 人家夸我 我觉得是夸我 你夸我 我得被子逼他 我们俩脾心在私底下也是这样 嗯 他俩就是对人骂都没事 那刚才你说的什么来着 四文白 不是他们说 我一戴上眼镜 然后就显得什么四文白的 你问他你去问他 小兔借一下眼镜用一下 他瞎了 我也好瞎了 哈哈哈 今天就 哇感觉要拿手术刀了 你再带个黑的 黑框 黑框眼镜比较那个 当时谁跟他出一屋 说他早上起来 那屋里不是黑的吗 没灯 然后他早上就 我跟你说的 你以前在鲁能足校啊 嗯 那个 晚上熄灯 都会拉那个灯绳 别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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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一看那个灯 哎呦 哦 把墙上抹了 一个拉的影子 哈哈哈 他没拉伸拉影子去了 那太迷糊了 睡起来有点迷糊 就像他打饭 上面盖着保鲜膜上去 上去就差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不是跟近视没关系 那个就是迷糊了 刚睡醒迷糊了 跟脑迷糊 哈哈哈哈 那还不是说跟近视没关系 哈哈哈 所以你要传宗的时候进去里人 你看得挺吗 他平感觉 挺高采 又一个嘟嘟 是啊 嘟嘟也 不过传宗我感觉 传宗不用看人 就是感觉 哈哈哈 真的 不是一般好一点眼睛灯光 你一直看着的话 再看别的地方的话 就那种灯影 哦 有灯影之后就 哈哈哈 就拉影子 踢球踢影 对对对对 可能一样 你没想到你第一个成为目标 是吗 哈哈哈 那你可以反击 你说是挺好的故事 你瞧这一身行动 你看 晚组 晚组 这什么呀 玩玩串啊 然后喝喝茶呀 你从 你看看他现在就在盘 对 从多大的时候开始玩这个 13年吧 从多大 20年 20的时候 啊 刚20 纯是自己喜欢 不是说谁谁谁 谁把我领进 比如说我跟着谁谁什么的 你看他前两天 他跟我说他要玩核桃 你非得给我拉进来干啥 你说就说 然后自己就玩上了 宝宝三分热度 他从去年就要玩 然后去年估计玩了一个月 然后今年又要开始玩 那后来怎么就放弃了呢 后来是因为那个感觉有点烈 有点烈了之后我就不想弄 周期 你像每年是八九月份下核桃 对 下完核桃冬天盘呢 因为手上油又少 我就每年也是这样 就是 然后冬天又不想盘 到了夏天想盘 这时候又不下核桃 又等着八九月份再下核桃 又不想盘 一个循环就是这个 那无所谓吧 听不懂 他们不懂 精彩 你不知道今天怎么又想你玩来了 因为我看见他那个核桃很漂亮 他去我屋 我屋 有三个核桃 这么大一个 然后他屋里有十多 二十多 刷子 什么呢 带的那些 一大堆 一堆 你是自己屋还是俩一屋 我跟八首哥一屋 八首哥平时不带屋 他走去 八首哥在屋的时候他害怕了 看不见他 他不看 他给八首哥一屋一屋河头 八首哥以为是吃的 然后尝好焦的 你觉得这么玩就知道好吃是吧 八首哥真的是年轻小匠 他是九五的吧 虽然这么说不太礼貌 但是呢 九五的是吧 二十三岁 确实有点着急了 性格啥子 就是小孩 小孩是 平常也跟我们爱开玩笑 老说 他还会唱歌呢 那个是我们不一样 陈昊教的 他有视频呢 陈昊在屋里天天教的 天天教的 我在那放歌嘛 然后他可能这首歌 他自己觉得就是 这个旋律挺好的 他就突然听到这首歌说 哎 我喜欢这首歌 好 所以陈昊的三大爱好是 这个玩核桃 玩串 对 养八首哥 对对 来了之后就跟你舞 没没没 到今年吧 因为现在 那个说是90后 都必须两个人一舞 然后 我说 那就我跟巴索哥一舞 他也走训 他走训我就相当于自己一舞 这个小心眼来的 那你俩不也得 那你俩一舞 没有 我跟他一舞不得打起来了 在舞里 他为了整他自己买 去网上买那个鬼脸 在走到里下他 我觉得很感人啊 你知道 就能有的爱意 就特意去下他 然后就你看每天 我之前以前 前年跟他一舞 他走走走我去下包 走走 然后我去录视频 我跟他后边录视频 然后他到那边下 卖面具 他还买不同款式的 这次下我是这个 下一次我一看 哎 怎么脸都变了 他有点提前吃完饭 跑到他屋里 把屋里灯关了 然后躲在柜子后边 然后他一进屋 一开门一开灯 哎呀我觉得姑娘 应该挺喜欢这儿的 越挺越感人 我觉得真的 就是他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也是这样 就是会设计 对设计个小惊喜 你俩有什么情况啊你 惊吓 还有有一次就是 我看见前面 程浩在跟我招手 我一看 他在跟我打招 我跟他招个手 没想到杨厚在我后面 然后他其实是在跟杨厚招手 然后让杨厚过来吓我 太幼稚了 是啊就是 把吓人这个东西 都打出配合了 你要这是宿舍里才会有 运动员的日常 对 就是说装狗一下 因为我有这习惯 就是每次一般有狗下去 就去掐掩脚后跟 因为刚有一条狗过去 他肯定就是以为 哦 知道吧 然后他就回头 我就吓他 然后他直接跳跳 回头就准备给我一脚 所以你在队里属于那种 被攻击的那种 然后我上车 上车门 然后人家就是摁我那个 摁我这个头腕 你知道吧 就是相当于是那个门 有点矮 我头碰上去 然后我就一缩 就是做出来的反应 就觉得有意思 要逗逗他 他生活或者是比赛的时候 最怕什么 他趴这儿趴这儿 你一只啊他能飞起来 哦 懂 能老底下 正常人 没有正常人 哈哈 他刚才那个是 佳琪刚一拳手 他终于一拳 每次别人弄我就习惯 就是很大的利息一拳 反应 我说你别弄我 免得我跟你无伤了 每次我就忍 我们有经验了 弄不到我们 每次我就忍 哎哎一拙就一跑 哈哈哈 现在练步伐 平时 哈哈哈 灵活的步伐 太幼稚了 集体生活 就只能自己苦衷处乐 最累的是哪一年啊 练的 其实每年东西都挺累的 主要是你 11月份不是都在放假吗 放到一个月 回来以后 然后肯定身体就已经 就是 就假如你吃东西吃胖了 你也没运动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累的 先浆脂 嗯对 现在先测体重 呃 那个 那个 走之前放假 放大假之前先测个体重 嗯 放完大假以后 回来再测个体重 嗯 我们都有经验是吧 就测体重 有种穿的衣服 里边摘瓶水 钥匙 就是手机 放假之前是吧 他就把他手上带的东西 摘到兜里了 然后再测体重 回来测体重 全口光测 这段抄送张外龙先生 对啊 哈哈哈 现在我们测 主要是测那个体脂 对吧 你们俩体脂谁最低啊 体脂 因为他最低吧 1米81 68 结果在场上根本就站不住 终于宝是建业清学 嗯 出来了 你俩是哪年到的建业来着 我俩 我比他到的 我是13年年底 他是比我晚了两年吧 16年 他16年 我还是三年吧 怎么样 因为建业的球迷好像我觉得挺特殊的 很认真的一波球 很认真的 球迷吗 河南的球迷氛围很好的 对啊 就是航海体育场 因为航海我记得那球场不是特别大 不是 三万人左右吧 就是因为不大 人每回都能坐马上 每次都基本是马上 然后说话声音就是 那个七十就已经分为压力了 其实就是 嗯 对 有什么是喊的口号啊 或者什么仪式是你一听或者什么 就知道说这是在航海主场 专制各种不服吗 对 这句确实是 标志 建业就是终不服 我刚才也在看 误会他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直在想断句该怎么断 建业就是轴不服不轴 轴 轴 那会儿 09年10年的时候 我觉得对建业性还挺深的 感觉是有点 一不小心打到鸭罐的 我们是 打过鸭罐 打过中超 打过中甲 打过中乙 打过乙迹 打过乙迹 现在唯一一个 而且是唯一一个就是 那个 赞助我没换过的 20年还没有换过那个 建业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挺 现在就真的 没了 之前国安市等于钟鹤进来之后 对对对 真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这20年发生的变化 太多 太多 我们老板不说过一句吗 说什么只有我们不破产 永远支持建业 那个河南足球 永远支持河南足球 吴宝森 胡总 所以也没 胡总 这个我认 这个我认 这个我必须得认 所以什么奖金工资也从来没脱钱过 从来没 你知道这话题吧 你现在聊起来 说20多年 这个监业名字一直在 然后奖金工资从来不脱钱 感觉也没什么威力 好像就这么一句话带回去 但你真是 但是你做起来的话太难了 哎呦 每次我们有一个给我们店里留点东西的活动 三位推选一个画画最好的 给我们店里面留下一副大作 平均实力的啊 十多矩刀布可以啊 勺头先刀布 怎么就画 甲职刀 甲终 对 我要画了啊 我没有毫无头绪啊 怎么画啊 要不是画个八 Little作 这个 对吧 哈哈哈哈 追寻人的 波子没有 哎呦 崇拜在此一举了 哎呦 我的鸡皮哥 多时间啊 多时间 光的定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他可能穿着黑衣服 我在画个夹导 呦 夹导在指导他这就 哈哈哈哈 这个鼻子太香了 气嘴 应该是个嘴吧 哎呦 差不多了 右肩脚记得签名 景气上 阳阔画作 巴索哥和贾秀全 逗 好像啊 太像了 天啊 你们都一个人了 贾老哥 巴索哥对不起一下 撕开门的冰箱 不是真的 让他踢几号墙 拿得几分这个 我还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算了 别干了 你这个肤色真的是太香了 白脸 哎呦 没没没没 今天变过了 今天变过了 但是我觉得能能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来 就是杨阔还是一个挺用心的 嗯 挺挺幼稚的一个人 谢谢这个帮我 没有不是 我 杨阔犯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买面具来下午对手 能画出的画 哈哈 我出发 幼儿园中班水平啊 他就他就流下来了 好嘞 谢谢谢谢我一定表起来好好管 太好了 杨阔已经自暴自细了 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 证问反达 从没有在中超进过球 在场上是不是想冲上前面来一脚 不是 这方面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没有 这是可以正在答的 这是可以正在答的 入戏了入戏了 入戏了入戏了 这不是建议对标吗 然后 文字 签一口 签一口 签一对标再走 哦 哦 哦 叫我签你知道吗 都不每天老说 很多人说您长得像黄晓明 您同意吗 同意 但我觉得真有点像 特别像 我侧脸这个 不不不下巴 这下巴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然后能别买点黄晓明 真是 真是 作为一个河南蛙标准吧 呃 又为家乡球队效力 不能出去闯荡 是不是觉得很没意思 是 我小的时候都在山东嘛 也就要闯荡了 你在山东待了有八九年 跟程鸥一块的 然后等于说是 我小的时候在外面闯荡 到时候 落叶规格 也不叫 什么叫落叶规格 我这文化水平还是有的 不是 你不要给他说的也规格了 他说你 嗯嗯嗯 我这不可能 去年年底 以一张红牌结束了赛季 是不是很后悔 不后悔 就是 那个球本身是个 角球 多获大概50个 90 80多分钟 我们当时是2比1输着 然后当时那个反扑 那个势头还挺猛的 然后那个假如说 那个角球 说不定能换来进球 说不定能多一次机会 然后裁判 然后吹了一个门球 然后正好那个编才 路过我们的替补戏了 然后我们就 你在替补戏上 然后我被换下来了 然后我就说他 然后说他以后 编编才听见了 然后给主裁犯打小报告 不是人类上的告知 小报告 然后主裁犯就来了 就给我一个红牌 然后我就 就发出那个看牌 那个替补戏 转向你钟爱的宝宝 作为队里少有的健业清训 您觉得球迷对您是严苛更多 还是偏爱更多 偏爱 啊 球迷说我在场上看球 哈哈哈哈哈哈 VIP战席 其实他是我们对 每场比赛跑动最多 跑动最多 就你要看数据 冲刺跑什么的 他是中距离 就是他高强度 他都是上一场队 鲁能 七十分钟不到吧 跑了一万度 这段都别自己说了 哈哈哈哈 我知道我就说一下 其实我不是在场上看球 你是跑着看 哈哈哈哈 我不拿 这句话他可能 这句话 这句话要有朋友 砸的是我的店 不是你的店 你知道这种话 其实是真的会伤心的 是真的会让你记住 就是自己做了 别人还说你没有去做 就是如果说你做这 你做不好 被骂 还好办 比如说门前 你推空门没进 你这怎么基本功 什么什么 认了 认了 但你打了一场比赛 球迷说你在场上看球 这个事儿就是 性质是不同的 委屈的那个程度也不同 我们这个队的打法也不太 就是说也不太就是注重传控 什么的 可能就是镜头也不怎么打到 但是一些防守啊 跑动什么的 或者就是牵扯对方的防守人员 什么的 无球跑动 都是在跑动 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 可能都看不到 全场都在无球跑动 所以就说我在场上看球 伤心死了 想哭 曾经和尹洪博搭到中场 您认可他自称铁汉吗 不认可 真的 他真的很硬吗 硬的话倒不算很硬 但是他很拼 一般如果就是说 防守上抢的时候 他就是速度特别快 然后脚下频率也很快 就是特别容易 带动我们也跟人家一块上去 去年在微博上公开了 与女友的恋情 是不是被他逼的 是 主动的呗 哎呦 情商高啊 这个回答 现在每隔多长一段时间 就得 晒一次幸福 现在不晒了 你看不晒吧 就晒那一次 不是 老夫老妻了 现在说状态不好 说我状态不好 然后说是因为 这个谈恋爱 实际是 实际就是身体不太好 身体 不是 等一会儿 你这个笑有点 这个节目刚开始似乎在聊 出嘱饭的事情 哎呦 成我们回第一反应 都是最最最 你这个笑 本来我没有那个意思 搞得你 成一个反应很快的 现在只有23岁 但已经在中超 有了54以上的出场 在心里面 还觉得自己是小将 不是 因为我在场上 就是 觉得自己年龄小的话 就能多跑动 你不可能觉得自己是 就是在队里面 我是这个意思 你需要这个心态 对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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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给他狠一点 老司机动不动一点 就是老司机 有点害怕 聊着聊着我俩 聊着你 鸡去了 作为一个广东人 是不是觉得 胡辣汤 会面很难吃 是 是 从小在外边 然后我生活在南京 在围方 嗯 然后在济南 这些都生活好几年 就说 比较杂吧 曾经是射手王 是在鲁能预备队的时候 十六球我记着 被贾秀全改造成了中后卫 恨不恨他 恨 改完之后你不能拳球了呀 因为 是我 我自己也想改 因为你知道 前锋这个位置上 确实很难生存 我也安全是前锋的 对对对 然后他又成了想 然后 快点打自己 怎么说 多一条路吧 家道就是给他整的 这位叫 崩位摇摆人嘛 崩位摇摆人 前锋后位摇摆嘛 我们下一个环节 叫做情报战 第一条情报 来自于热心观众 河南建业的吴先生 杨阔是个很神秘的人 玩游戏很菜 但是还非常嘴硬 输了也不认 先猜这是谁 吴妍啊 说的是真的吗 肯定假的呀 肯定是 你看现在就这样了 嘴硬嘛 嘴硬 人家已经防着你这一点了 他什么游戏都玩 然后都玩的不行 有人说不行 有的可以吧 还是来自于 河南建业的吴先生说 宝宝能吃 给他一个手机跟吃的 他可以边说边吃一下午 边玩边吃一下午 都说边吃 都忙的 反正我在家的话 反正就可以不停吃一天 然后龙虾就是那个 能吃三盘 三盘 小龙虾是吧 大盘的那种是吧 什么大盘 三盘 三盘 队里边吃午锅 基本上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 他是冠军 食饭 吃完了之后 来自于河北华夏幸福的尹先生说 宝宝和阳闊喜欢组队撸啊撸 总是吹自己多厉害 其实都是一坨屎 他还补了一句 玩得都没我好 他这是应该是那个 他这个人生 正话反说的 他这个正话 你应该正话反说的 先猜是谁 这还能是谁 牛魔呀 小雨呢 你总跟他玩过吗 玩过呀 要不然怎么知道 他玩那么臭的 玩具臭的 这个我同意 这个他 他全在旁边看 见证者 他们是啥游戏都玩过 啥游戏都不玩 你天天练手啊 穿核桃 再养点花什么的 给花浇点水 这也太老了 你能玩遛鸟吗 鸟不知道浇水 你再这么一问 对呀 可以玩鸟 可以遛遛鸟 打开了一个 热心观众 来自于河南建业的冯先生 陈浩是玩串达人 房间里同时有几个机器 同时刷核桃 你那是一制造工厂是吧 那是副业 不是主业 你帮忙清理一下吧 因为我太多了东西 你先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风筝液 它其实就是手上有汗 然后浸进去嘛 那你刷它不有缝吗 你刷是把汗刷到缝里面 让它颜色一样 他愿先给我一窝 然后先一抬 24小时 放到那个 是啥 放到那 我说你给我放厕所 我听我 这这 我影响我睡觉 这东西多大这东西 没就就这么 但是有声是吧 有声就那是 我说你给我放厕所去 刷刷这个吧 它得讲究火候 你火候 因为那个机器吧 你有时候你刷多了 它清理 它就会发干 然后会裂 合到裂了就坏了 刚刚你说这话的时候 雷哥在摸头 我感觉雷哥在盘头一样 不是我这头本身不用盘 它自己就出油 你知道吧 我这需要刷 来自于河北花夏幸福的尹先生说 杨阔和宝宝闷骚 要是发现了喜欢的姑娘 不敢去搭讪 只敢偷偷的看着 我跟你说 小尹这说的这两个问题 全是说他自己 就不是在说我俩 他在那刷蹭热度在这 蹭热度 还说他 所以观众可以发送正确答案 到我们的微博 小尹当时追的他媳妇 B 当时他媳妇追的小尹 猜队的观众将获得 本节目的签名照一张 好了 完事了 咱是不是也该聊聊足球了 是啊 咱们终于要聊足球了 是时候该聊聊足球了吧 如果你要是用那么两三个词 来形容甲球权的话 认真 严谨 特别能吃苦 你要不加苦我就是你了 教练的角度怎么去体现出来 就很练你了吗 就是平常呢 会带着我们年轻的一块家练 他带着练累了 东宇累的怎么说呢 一躺上床上就要睡着了 我练吐过 练吐过 就是练练自己别让人吐 吐完之后呢 接着练吧 那他他就很严厉嘛 就也不会说什么 没事吧什么的 缺练 吐了就是因为缺练 然后晚上回去就冒虚汗 你回去一边冒虚汗一边盘珠子 都吃了 上上色嘛对吧 可算出汗了 可算出汗了 手干手不吐汗是吧 可算出汗了 然后再怎么虚再怎么累 这手都已经成自动化了 但是那个时候比如说前几年年轻球员 可能对于这种教练特别量很大的这种训练 是不是会不理解 会觉得我太辛苦了 年轻球员嘛 年轻球员肯定就是 明白这道理 明白这道理 肯定的 都得稍微憋着点气 要不然也踢不出来 对 当时肯定让你练肯定是不想练的 肯定都知道练是为自己好 但是让你练肯定也不想练 都有多性 所以就需要有加导这种教练 就是来监督我们 带着我们练 有安排什么比较特殊的项后吗 我一讲深刻就 因为我原来踢前锋了嘛 然后改到后卫以后 他就是练那个就是门前解围 就你站在进去线上 然后他把球空门 没有什么缘 然后他射门 就然后你回追 然后各种高难度 必须把球给勾出来 救出去 就练你这一项 在这种在别的教练那边 是很难就单独给你抓 抓这一项的 他基本技术好啊 他就是特别是在 对于后卫这方面的 专严特别 特别透吧 抠得细 抠得很细 抠得很细 他中卫出身 因为那会我 我记得有一回 我跟马林马之导要一回 马林马之导聊的时候 就是说他俩就是国家队的时候队友 朱一乌 马林属于心高气傲的人 但是有一次聊的时候说 说这个交防守 交防守 我永远比不过小甲 就是服了 那那会在国家队的时候 就是一直是这个状态 所以想想 我就那会觉得说 原来这么心高气傲的人 也会 佩服另外一个 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 你知道陈鲁本身是 从小都是踢前锋的 你突然间你踢中后卫 你想得需要花多大功误 给他改造什么那些 那个83年贾学前 指导第一次进锅鸭队的时候 踢的也是前锋 嗯对对对对 然后他后期自己 改回到中后卫上 对对对对对 他自己经验这方面 他踢压周卫的时候 踢的中卫是最强射手 对对 毕竟号 老毕 毕竟号也是从 也是也是 毕竟号也是前锋 也是第一个让家导 然后改到后卫 嗯 改到后卫 老毕然后去了国家队 然后那些 哎你是不是还 那会发微博提过 对就是那个 当时看他不是有个视频吗 就是当时加导踢球的那个 就那一个远射 记得最清楚 看完之后觉得 刚刚说我觉得要加力量 加力量 特上没劲 加力量 应该是中国唯一一次打进奥运会 唯一一次就是88年 他是当时的队长 对对 其实防守好多门道 这个球迷也好 甚至你专门我说球来说 都不太能理解 不畏啊 然后上抢啊 加抢啊 加抢啊 瞎跑 嗯 就过去的时候 有时候防守 防守的有纪律 也有技巧 就是你 你必须到那个地方 你就必须到 他不像前锋进攻的自由 你自由 进攻是相对 你想怎么跑 就比较自由 防守 所以在楼下每次防守的就是 真行站得特别齐 进攻的就是全散开了 看得特别清楚 我们就是想尝试一下聊天战术啊 这些就是说 好 他教我的就是 有时候针高峰球 什么外援什么的 你就往他脑袋上先顶一下 就别点球 他下次他就害怕了 哈哈哈 这不叫战术吧 这不叫战术 这叫心理 我觉得 他先把他先战术上的 把他先顶一下 下次他就不敢顶了 这就是那会儿小斌过来说 说后来的这批拳 相对来说比较老实 就是踢的是比较老实的 对 好多原来的这个 不招 对 小坏招 就不再用了 现在中操很少 你们听过各种前辈们的 这种小招数里 最夸张的是什么 把丁日磨接了吗 哦 以前什么 以前中国就是 以前这些不那个不规定啊 听他们说 以前一上打比赛 全是大六丁 就钢铁 都磨 磨 磨尖了 上去谁来谁都怕 谁都怕 所以现在上场之前得好好检查鞋尖是吧 现在是检查了 以前都没有这些了 那是哪年 有一年保急 最后一轮打关 嗯 14年我在 14年 那会儿就是现场看 好像是平了之后 又等消息之后 是吧 对对对对 那天寒风大概 被铺了十几次了 对对对 那天比他 都无外在场地 就基本上就是半场过去很少 然后对面射了有大概20多角门吧 因为当时国安好像是 就是赢球他也在看恒大跟鲁能的结果 说明也能夺冠 所以说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不 我们必须想要肯定是赢球 但是我们平球的话 也在看对面大连阿尔滨和那个 当然叫大连阿尔滨吗 和那个身心的结果 好像结果身心是给阿尔滨赢了也不知道平了 然后我们是跟国安平了 正好压着他们 然后最后暴击了 最后暴击了 那一年太紧张了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我一直关注韩风 是因为在绿城的时候 那会儿的采访 他不就在绿城吗 一直就很难踢上比赛 然后到那一年的时候踢的比赛 对对 一下踢出来了 踢完了之后 到最后一场 十几次扑完了之后 平局 保级 正常的情况下 比如如果是大雷 大雷肯定就是 带着喊一喊了 韩风是 你看他比赛就很少 也不知道如何表现自己 对对对对 最后评完了之后 我忘了是在谁顾操 还是谁 就是肩膀上抱着 就在那儿哭 我们在球门后头 最后一看镜头 连正脸都没拍照 就他完全不会表现出来 他说今儿我英雄 我今儿怎么怎么着 那时候最真的感情 就是想哭 那一场我也哭了 打完比赛 那会儿是真忍不住了 那会儿太难了 那一年 那会儿到最后 到最后惊险保级吧 最后一轮 而且是在 我们打完比赛 然后再等那一场比赛结束 那五六分钟 那真是难熬了 太难熬了 那场之前怎么说的 之前 当时是夹导 然后夹导让我们就是 就是平常心 然后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然后到最后 就我们就 别后余生的感觉 嗯 真是真是 这关过去可不容易 大难不熬 在今夜很锻炼人的心理程度 大难不熬 好像这几年 都是比较惊险的保级 倒数低几 而且我没踢过球 我没经历过那个时刻 但看的真是多了 包括有一年的时候 张文昭还在的时候 亚太也是 就是最后那个比赛 踢完了之后 等着青岛那边的消息 张笑飞那天没踢 穿一踢 加快挺帅 站在场边上 他不是冷 他就是跟那抖 你想他那个年龄的球员 就跟旁边这么微微抖 就等着那边的消息 知道了之后往常里冲 那跟夺冠的感觉好像 我觉得有点相似 对 那会儿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就那天 赛前吧 什么都 大家都是 也不说话 就是不说不说 不怎么开玩笑 比平时说的话少 就感觉是个 就跟打仗 就是个战役了 但是在比赛上踢 就不想那么多压力了 然后到最后 最后就像最后二十分钟的时候 脑子就一个人 一定要把这个 赢估计 估计更像 但一定要把这个平局守住 你守住的话还有希望 对 然后到最后守住 守住了以后 一听那边消息 然后他们就在我们下面 然后我们就 立马就不行了 就是这么说 激动啊 又激动啊 然后哭什么的 这不是说 不哭 就是真是忍不住了 当时 然后现在又想完呢 想到当时的情况 感觉绷着一股弦 就松开了 就像昨天我们比赛 我们下半场也守了 对 整个半场呀 最后中场到 吹完以后 然后我听我妈那边 给我打电话说 说看的是 其实比我们踢的人 还要紧张 嗯 对 现在这场就赢了以后 也是挺困的 现在是7分 7分 这么多年 好像保肌也 也都 锻炼出来了 每次上场 就想着先拼起来 先给防守做到位 这河南就是 传上来的这个传统 防守反击 感觉好像自带属性 不管你什么人来了 来了河南 就是自动领悟这个属性 防守反击 对 所以今天改起来挺难的 因为我听说 好像赛季初的时候 塔拉基奇还是 想改变 想改变 想打船空吗 我们东径一直练的 都有四个 四后背 我觉得塔拉基奇 下课的时候我发条微博 我就说 原来江苏顺天的时候也是 就是他刚开始打拉杆 打得特别好 那事也是反击 所以后来无论是高宏波带 还是谁带 想控球 想要改变 那会成绩快一点都掉下来了 就这事特别难 对 特别难 我们像巴赛龙那 永远不可能打 永远不可能打 那会有球迷觉得说 你们这打法不过瘾 我们看着不高兴 一般河南球迷 不会是吧 不会 河南球迷就是知道 也知道我们球队 然后什么样的 处境是打什么战术 因为一般河南球迷 也都很多老球迷都知道 河南球迷本人就是 防守反击 然后就这种 就我们也是那种 平民球队嘛 也不是靠什么大盘的 我们就是靠一个整体的 然后大家一块就团结 然后就靠整体 就防守做好 然后打对方反击 所以现在张外龙上任 意味着重新回到老路上 之前几轮没有 六轮 不止吧 六轮 六轮 四连败了 六轮不是 四连败是个什么新旧 就心心打没了 真是在场上球 根本拿不住了 就是拿球 就是心里边就开始慌了 已经 就不像刚开 刚开始比赛那一两轮一样 刚开始比赛一两轮 就是拿球 还能自己就是空一下呀 顾个人啊 什么的 现在拿球都不敢拿 但是感觉所有的球队啊 经历过连败之后 总有那么一个节点 一下子就会触底反弹一下 就比如这场比赛你们赢了 赛前你们觉得 你觉得会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张宝来了以后 他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你上场 你就给我跑 然后你下来 给我躺着下来 给你抬下来 就跑到你 跑不动了 跑到你去 给你抬下来 所以 他上了第一件事 就解决我们这个跑动问题嘛 第一个问题 所以建议你说 我们跟比如说跟鲁能 跟华夏 跟他们比 肯定不管是各方面 都比不过人家 所以我们只能靠拼 还有跑动 如果我们 如果你说拼再拼不过人家 那我们还拿什么去赢 对吧 所以我们只能 所以上一场 跟鲁能虽然输了 但是我们的跑动 是前面这么多比赛以来 第一次赢了对手 十一个人会跑到十万多吧 全队总都加起来 平时还应该一万多 一万多 所以就我们慢慢 心心也慢慢就起来了 前面比赛 你踢着会觉得很累 感觉跑的也不少 但一看数据很差 跑都没对手做 而且是不是跟控球 这事有关 就是跟上场之前的思路啊 什么的 有点关系 完全不是一个 完全不是一个状态 就是你带着不同任务上场的时候 对 先是想着怎么传控 然后拿三分 现在想着是怎么保住这一分 然后去拼三分 这就不一样 还行 我觉得调整的挺及时的 对 保几笔什么都重要 一般我们都不聊 那么有时效性的东西 就是什么这个赛地啊 成绩或者怎么着的 但是我觉得这节点挺特殊的 因为 嗯 之前九轮打完了之后 这个刚刚第九轮把第二场胜利拿下来 实际后头的保击压力还是很大 这个 目标肯定是保击啊 嗯 嗯 然后 心气就是我们现在怎么说一场比一场要好 不通过跑动啊 精神上面真是一场比一场好 往正确的道路上走吧 对 然后就 立这个中间期还有两场比赛 肯定也得全力以赴 必须的 然后通过这两个月 然后张导来了以后 就抓我们这两个月 看怎么赶快调整 赶快融合 两个月结束以后 然后就开始中场比赛 说不定 就我们会更想一个阶级了 正好感受世界杯这个阶级期 对这个阶级期很重要 还有张导来的 先说的最 他来第一天就写了三个词嘛 就写的一个是忍耐 一个是努力 还有一个是牺牲 然后画了一个爱心 然后上面 好萌啊 然后写了一个一心 就是意思就是团结一心 他就是来了表达的 他说他不管去哪儿 就是他的球队 他就灌输这个 团队 他还牺牲嘛 这个难嘛 对吧 他写的也都是写的中文 写的中文 写的还繁体字 哦 对 而且他刚来第二天 我们队里边人全部名字 他都直接就能说上 基本上说上 第二天 是吗 第二天 第二天就能说上 第二天全都能叫上 就是不管主力贴补 还是那种 对对对 年龄稍微小一点 这是一个做了很多功课的主教练 就是小细节 细节细节 对对 对 对 好多教练他做的 有些小细节的东西 可能会一下打动你的心 对 对 他不是说在场上 是会比较的 比如这个教练和这个教练 会比较 对 会会 而且总会有一类的教练 特别适合中国人的胃口 对吧 他有可能这件事情 他要是放在欧洲去呢 大家没觉得怎么样 对 但是放在中国就会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张伟龙在2000年 还是01年那会儿 扎晃北海道人的时候 那会儿是钢铁武士的助手 身上好多的细节都能看出来 跟日本的教练有相似之处 他们会注重细节我觉得 对 韩国教练有的时候 特别强调精神属性啊等等等等 但是相对有时候有点糙 对 日本教练会特别细 每个小细节都做好 他有点这个中间结合了 结合了 结合了 他不是特虔诚吗 还天天跪呢 对 每天都跪 每天都跪 训练的话就见他 训练之前跪求上 他给我们祈祷 祈祷不要受伤 希望我对这儿都好 而且听着心里挺暖和的 对 我们跪下之后祈祷的是 宝宝每顿都吃饱 火锅 陈浩又进了一顿不错的 河头 河头 两台机器24小时跟那盘 室友还不提意见 洋阔 洋阔 气不气上少说话 好了 暖 期待已久的惩罚环节来了 谁出了呀 用猜吗 这还用猜吗 你觉得我这能赶上你 先生您了 这也能欺负您 这有勺的 这也有勺的一看就 他吓过你呢 他吓过你呢 我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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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这人人混的 我看 我真是爱的 我今天 就这么一点 啊 火 哎呀给他搅匀了 再搅一会 看一看 像蛇精给葫芦娃吓的那个毒 哈哈哈哈 一喝完下饶提不了辣 干了啊 本来也不提 来吧 记心里记得我们的好了 好了好了 哎呀好了好了 咬着牙喝咬着牙喝 哎好 哎还有点啊 啊固体都算了吧 啊 我们每一期节目的 最后 都会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对 我是从小看他挺多的 刚刚有长大的 老梗了老梗 中超脱口秀 来来来 有一群鸭子嘛 什么鬼 实际上做这些试图 还是挺爽的 一共 不是120 120 240 好嘞 微信 好嘞 行